看似生活习惯不同的两个人,在无数的阴错阳差后终于相遇,并成就了一段美好爱情。 本书集由充满示意的构图诉说着看似惆怅,却充满温暖的故事,表达寂寞的人,其实并不孤单,因为世界上总有个需要我们的人将会到来。 作者以一贯的细腻画风,安慰着因生活不乏过快而感到孤单的人们,相当适合期待幸福到来的读者阅读。 说着自己没有任何目的,只是单纯喜欢画画罢了的吉米,用作品让大人们知道绘本的世界不只专属于孩童。 如果想选择一本吉米的入门作品,想必这不历久不衰的名作能带来十足的感动。 恐龙们玩得不亦乐乎,不甘寂寞的暴龙却闹起了脾气来,最后靠着恐龙妈妈的智慧化解一切。 插画里恐龙的可爱模样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,并回想起是否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况。 书中暴龙的情绪及恐龙们的协力合作,都抽象地描绘着人际关系的分寸拿捏。 无论是大人或小孩,都能将本书作为待人处事的范本,学着运用智慧面对社会上的所有人际交流。 对于恐龙深深著迷的作者庆慧元,认为单纯用学习的心态来阅读会失去对书的兴趣,因此绘制出许多无论故事或画风都十足吸引人的作品。 相信阅读完本书的人,也可极由最纯粹的喜爱获得意想不到的丰富收获。 只在乎自己的猫咪经历了一百万次的重生,但却未曾真正了解爱。 直到遇见了白猫才终于感受到爱的喜悦,学会如何珍惜自己并关怀别人。 左眼扬子不依赖繁杂的文字叙述,只以利落的构图搭配颠覆想象的情境,让人恍然大悟和未付出的真正意义。 本书比起人生体验尚浅的孩子,更能帮助身为大人的读者重新沉淀,解释自我,反思什么才是值得我们拥有并好好珍惜的事物。 此作品即使出版已久,魅力依旧不减,销售甚至累积超过三百万册。 而阅读后所带来的无穷感触不仅令人热泪盈眶,也能在静静思考后获得真正的平静,是一本喜爱绘本的人不能错过的名作品。 故事主角彩虹花为了所有的生物无私奉献自己,四季皆然,透过不断循环的过程让人感受到无尽的生命力。 此作品运用了跨页的大魄力设计,加上远景,近景的动物描写,生动可爱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,再搭配井然有序的季节描绘,衬托出彩虹花的不同风貌。 其堆叠出的多层次细腻配置,以及立体感十足的设计,不仅让读者们感到心情愉悦,还能体验生命所带来的无限希望。 透过阅读此本简单,纯真的作品,除了共鸣于作者对生命的热爱之外,也能开始思考生命本质与意义,极其可贵之处是什么,极由心灵的探索让自己真于更美好的境界。 凭借半张照片寻找失散多年的兄弟,但前来相认的众多对象都不是橘色的马所期盼的结果。 而透过寻找真正新人的过程,故事最后他才体会到谁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伙伴。 此书透过低饱和度的舒适用色极简单易懂的拟人画故事, 让长期追逐于遥远目标的人们,能停下脚步反思自己是否长时间忽略了周边爱我们的人。 热爱大自然的本土作家刘旭公的画风自然纯粹,如同本书中充满纯真又富有童趣的巧思, 不但吸引小孩也能勾动大人们的心,只要随着故事进展阅读便能找回最单纯的自己, 相当适合想从书中获得疗愈感的人们选购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